十大 這是我最愛的 但記住登記我和一周漢 在6月1日的《租舖買舖》創業工作坊 十大 創業中局 第十 模糊地正確 好過準確地錯誤 Give it 5 years 第九 先選行業 後想怎樣做 第八 越多分析 越沒有出色 第七 不是work life balance 而是work life combined 第六 做生意要做農夫 不要做獵人 時間要是你朋友 不要是敵人 電腦日就是餐餐食 餐餐程 以為打到獵之後 就買了飛機 大炮 招聘千軍萬馬 可以開大茶飯 誰知突然間獵物消失了 又要炒掉人 變賣資產打回圓形 農夫就是開頭雖然是辛苦一點 要播種 要等 但一有收成之後 就會重複 再重複 長遠不用再憂慮太多 起碼不會餓死 為求生存 起步的時候 你難免是做獵人的 否則沒有收成之前 已經餓死了 但你一直打獵的時候 就一定要慢慢慢慢 將那盤的生意變成一個農田 你成為農夫 時間才成為你朋友 獵人 太陽一落山 時間就是你敵人了 那你怎知道你是獵人 還是農夫呢 第二件事 一 每一次人在進來光顧你的時候 你想一想 他明天會不會突然消失了呢 如果他只是光顧你一次 以後就不再回頭的話 你就是獵人 如果他是重複性購買的 每個星期 每月 每年 都要付錢你 交租 交月費 交管理費 分成抽涌的話 那你就是個農夫 二 就是如果你繞對手 什麼都不做 二十年後 你批貨會變成什麼呢 如果全部都變成廢物廢紙的話 要被你變得很勤力的人 因為你快田是越耕越乾 但如果你大部分批貨 都能夠保值 甚至乎升值的話 即使你難一點 你什麼都不做 都無所謂 而如果你給那些懶人 勤力多一點點的話 就可能不得了 因為你有塊靚田 我當年做生意中介的時候 就是因為大部分的人客 只是光顧我一次 還有所有在我放盤的生意 我賣不出的話 二十年後 對於我來說 都只是一張放盤的廢紙 所以那時候要做得很勤力 可惜騎緊隻是閉馬 現在做商譜基金就不同了 每個月都有租金和管理費收 拿著批貨 放假一百年 只要買得對的話 肯定升值 所以現在做得真的輕鬆很多 你在店舖做生意都是一樣 不要所有的店舖都是租的 盡量得 每租三四間店舖 就有一間是買下來的 情願開小一點 每十間分店 就有兩三間是自己的店舖 好過三十間店舖 全部都是租的 租店舖 時間是敵人 一個浪蓋過來 就全部都沒有了 買店舖 時間是朋友 即使收拾了租的 都有自己的店舖頂住 我從來沒聽過 有人買店舖自擁是後悔的 但我聽過很多在店舖做生意的人 是後悔三十年前沒有買店舖的 那你又是獵人還是農夫呢 你買一雙手後果又會怎樣 第五